我跟妳說這個水餃就厲害了 剛剛橘子給我偷吃了兩顆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買過這家的水餃 好吃…真的好 我跟妳說這家的水餃 號稱水餃界的LV 它在網路上你下單 都要等大概兩到三個禮拜 才拿得到 重點是他們最近推出了一個 限量的干貝口味 好可憐 水餃好漂亮喔 對 重點是一般的干貝 你都是干貝絲 它裡面是整顆的干貝 整塊 我剛才有吃到 我跟妳說他們家的 酸菜白肉水餃也很好 真的假的 酸菜白肉點 但是重點 因為你知道平常買一盒要很貴 這個是他們家 就是我昨天截圖下來的 就是價格 一盒的價格 429塊 Sorry 上禮拜他們做活動 買到五折 不是這個干貝 好大顆的干貝 五折嗎 現在就是立馬就是網購 你可以在11住 你都在上面買 重點是你看你買了這個 就是你看晚上宵夜 可以吃正菜 可是重點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送人家超有面子 很禮合耶 因為它包裝很好 對 我記得母親姐就送這個給我媽 她超開心的 但是大家一定想說 就水果乾嘛 這到處都買的 可是問題是 這個水果乾 它居然出現了一些很冷門的 就是很少會出的口味 像這種芭樂乾很普通 芭樂乾 鳳梨乾 芒果乾 我喜歡 是不是很喜歡 可以吃嗎 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芒果好了好不好 有草莓 重點是它居然有冷門的水果 像哈密瓜乾 我想吃 還有橘子骨乾 我是說好要開芒果 我想吃好像別人 草莓的嗎 草莓果乾 草莓果乾 而且我跟妳說 它的草莓不是那種風乾酥酥的 像餅乾燥 它是濕濕的整個 有像是有蜜餞的感覺 對... 而且我跟妳說像草莓 其實原本在冬天買新的草莓 就已經不便宜了 但還有製作這麼多工序 還可以 我覺得橘子果乾很特別 好大 好大的耶 還有檸檬王 台灣檸檬王 好香喔 檸檬王之前是在香港 很有名的檸檬王要排隊 我之前去香港兩次 他就說收了...沒有了... 明天再來囉 而且現在台灣居然有出檸檬王 很好吃 因為檸檬王它是用 特殊的一種醃製法 很好吃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很感人的是 為什麼要用團購 對... 好棒喔 檸檬王吃起來很不一樣 很香 而且有一種那種 一點點那種藥草 甘草的香甜味 重點 對 妳買了什麼 重點是 它原本可能要差不多 100多塊左右 你一次買40包或50包 它一包只要大概40幾塊 到50幾塊 全都變一半 像這種妳在外面買 去便利商店買 其實都要7 80 80 80 90 番茄 那妳買多少 我現在一次買50包只要49塊 就很便宜 少一半 我們一直也來賣好不好 對 是不是 我覺得也是很無聊 就是要吃這些養顏美容的東西 而且很感人的是 它其實是跟台灣的果農買 它不是說什麼其他國家 來路不明 怕會有農藥或什麼 奧奧心那種 不會 它是台灣果農 就是每天栽種起來 不管風吹日曬 它們的水果漂不漂亮 這個老闆 它就是全部把它收購起來 不管漂不漂亮 它全部收購起來做成果乾 所以就是很多網友就會大推說 我覺得就是要支持台灣的 這種水果 而且它這個桔子 它還吃得到裡面的纖維 對啊 它有纖維 好強 圓形的 對 可以吃得到 原本水果的一些纖維 跟營養都在裡面